红岩浆点亮黑夜 不断从山顶喷出 发出的阵阵爆炸声响 令人触目惊心 涉事一千多度的熔岩 把整座山覆盖 山脚下的民宅跟着被波及 可以看到街道前方 是缓慢往前流的熔岩 农田全被淹没 空拍机画面上 更可以看到熔岩 已经完全覆盖民宅 甚至逐渐吞噬游泳池 当滚烫的岩浆和泥石流进水中 直接喷出白烟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 拉帕尔麻岛上 一座位在老峰国家公园的火山 在当地时间19号 出现半世纪以来的大爆发 目前火山都还在 此时喷发当中 熔岩更是一路往下流 已经摧毁了大量建筑物 超过6000多人紧急撤离 虽然目前没有死伤传出 但专家估计 这次火山的后续喷发 恐怕还会持续80多天 而且随着岩浆推进 被摧毁的建筑物 可能还会增加2到3倍 但有民众因为好奇 抢着在附近拍照 当局恳求他们 赶快远离不要影响疏散行动 而且火山灰含有有毒气体 对大气或人体的影响 都会是一大威胁 当时我用心终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